虽然夏天即将过去,可是女孩们的减肥计划,仍在轰轰烈烈继续着,当年小S一句,要么瘦要么死,被女孩们放入圣旨,身体力行的践行着, 但是实际上那些狠瘦的明星在现实生活中,看着真的好看吗?影儿的排骨胸大家一定不陌生,从130斤力至减肥到90斤的影儿,现在也是大多数人的减肥激励目标,可是在暴瘦之下,影儿哪怕是化了装气色也一般,那一根根排骨式的胸前,骨更是触目惊心,而张子怡,也是因为太瘦而瘦出了排骨胸, 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样的身材大家,真的觉得好看吗?还有大部分人的女神阳颖,自从生完孩子就很卖力瘦身,短短时间就恢复到生产前,但是没有经修过的图片中,她也被瘦出,那让人难以接受的排骨胸, 如果说影儿,张子怡,杨颖的排骨胸还可以接受的话,大家不妨看一下努力健身并且戒堂的张韶涵吧,之前她直播教大家减肥, 可是直播中她仿若火柴棒的大小腿,让很多人又默默拿起了手边的零食,多吃几口压压经,一直被称为小精灵, 这东宇真实拍也是不好看,甚至在做表情的时候有几分尖嘴猴腮的感觉,远远看着更像剧片人,又干又瘦和老太太,也没差多远了,大家熟悉的鲁玉,就不用密斯山给大家都说了吧,脖子的倾筋都抱起,骨架子小头大,鲁玉的头比身子更强性,啊,去年努力减肥的舒畅,也因为火柴棍一样的大小腿背,人注目,成功减去, 二十五斤,的她并没有比之前漂亮多少,正爽之前的减肥下巴瘦成锥子,腰手合一握,不仅不觉得没反倒,让很多人感受到了惊吓,幸好爽妹子如今迷途之法,盼回来了,一言起攻略,大火一把的无锦言,也是个超级瘦的人,情功系中有厚重的衣服遮盖还好,一穿现代装就怎么看怎么不合适,完全撑不起来, 的样子啊,车小也经历过一段暴瘦的时光,原本姿色过人的她因为抬兽皮包骨的样子,反而像一个精神恍惚的病人,抬兽在现实世界真的很难看,看过正上鲁玉周冬雨现实照等我怕了,你们呢?